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於不當或過度使用抗生素 在醫療過程中出現抗生素抗藥性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根據一項醫學研究 在2019年全球就有超過120萬人死於抗生素耐藥性細菌感染 對細菌產生抗藥性的原因是什麼呢? 生活中又應該如何預防呢? 在今天的健康與你 我們就請來了疾病控制中心研究主任 為我們詳細講解 在醫療過程中使用抗生素會殺死細菌 而部分突邊的細菌會行傳下來 數量迅速增長 當我們再次感染這種細菌的時候 它已經對這種抗生素產生抵抗力 令抗生素變得無效 感染變得難以或者無法治療 這就是抗生素抗藥性 不當使用和濫用抗生素 和其他抗菌藥物 就會使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 抗生素抗藥性會導致死亡 主要是在手術或癌症等治療期間發生細菌感染 而無法治療 所行的是醫療界至2000年初就已經開始應對 比斯疾病控制中心向醫生提出指導方針 建議醫生盡量避免處方抗生素藥物 從2005年以來 比斯省的抗生素使用減少了35至40% 而對疫苗和新型抗生素的研究 也從未停止 而公眾預防抗藥性的第一步 是預防感染 比斯疾病控制中心研究主任David Patrick 提醒民眾應該勤洗手 在永濟的人群當中佩戴口罩 在流感季節應該及時接種疫苗 對於有家長擔心 小朋友經常在戶外活動會接觸到大量細菌 他就表示預防感染並非要和細菌完全隔絕 至於部分長者擔心疫苗會和自身慢性疾病相衝突 Patrick表示 只有極少數幾種疫苗不能給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接種 大多數人都能從疫苗當中受益 以預防抗藥性的第二步 即是盡量避免使用抗生素 大多數我們與之共存的細菌對人體很重要 長度裏面也有細菌群類 如果沒有受抗生素的干擾 他們就會很健康 也會幫助我們保持健康 反之人體就更有可能患上慢性疾病 好了今晚的健康原理就講到這裏